结婚7年我生两个女儿,无意中发现抽屉里的一份协议,我懵懂了。 我和老公结婚7年,别人觉得我幸福,因为我有一个事业有成的老公,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,还有个孩子环绕膝下,家庭美满和谐。 看似光鲜的婚姻外壳,在我生了第二个女儿之后,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。 随住城市现代化进程,很多的地方都被重新的规划了,我家就是这样的。 我家有几个小院都在拆迁的范围内,作为补偿,我家还分得了好几套房产。 有的时候想想,我其实应该知足了,守住这么厚实的房产,足够自己和家人过住衣时无忧的生活了。 随住拆迁补偿的房产落实下来,我家也是双喜临门,因为我又怀孕了。 在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,老公就希望我能够生下一个男孩。 原因其实很简单,他特别喜欢男孩子,而且只有男孩子才可以继承他的家业,为他传宗接代,延续香火。 我也希望是男孩子,因为我爱我的老公,我希望可以让老公满意,只是可惜,天不随人愿。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,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,是个女儿。 老公知道之后,虽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,但是,我知道,老公心里肯定是很失望的。 我期待可以为老公生下一个儿子,第二个孩子我给予了厚望。 随住待产期的邻居,我尤其的紧张。 我害怕再一次让老公对我失望,我祈祷可以实现生儿子的愿望。 但是老天可能不太眷顾我,在产房中我再一次听到是个女儿时,我的心情很复杂。 出人意料的是老公很平静,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的神色,一如既往的对我好,我很感动。 在孩子满月的时候,老公和我商量要让我再生一胎,不是男孩就不要了,是男孩就要。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,连续两次剖腹产严重损害了我的身体,体型已经变了,肚皮松弛下坠,毫无美感,再生下去真受不了,最关键的是,剖腹产风险还是太大了。 老公听到我的话后,安慰我没关系,两个女孩就两个女孩吧。 我以为生儿子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幸福还会继续眷顾我,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发现自己是十足的傻瓜。 这天,我回家忘带钥匙,就去老公的单位拿钥匙。 到了之后,老公在开会,我就在老公的办公室中等待。我看住杂乱的办公室,就开始收拾。 就在我开抽屉的放文件的时候,我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东西,在抽屉里有一份协议,一份让我碰不欲生的协议,一份葬送我婚姻的协议。 老公在外养了一个小三,这个协议的内容是老公和小三达成的协议,老公许诺小三只要为他生下一个儿子,就讲立小三房产。 我看到这样的一份协议,终于知道老公不计较我生两个女儿的原因是什么,不计较我不再生育的原因是什么,早出晚归的原因是什么。 我特别的痛苦,儿子就那么重要吗?我们的婚姻在儿子面前竟然如此的不值钱。 痛苦过后,我冷静下来,思考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。 我就静静地坐在老公的办公室,面前的是那份协议。老公开完会进门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场景是慌张了一下,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了,坐在我的对面,告诉我,他不能没有儿子。 面对住这个自己曾经那么深爱的丈夫,我的心撕裂般疼痛,女儿就不是他的骨肉吗?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才能继承相活?老公态度坚决,如果我不同意就算离婚也要生儿子。 我对我们的婚姻彻底绝望了。 爱之深,恨之切。为了报复老公的不忠,在离婚时,我提出了苛刻的离婚条件,在经过多次协商后,我分得的财产也足够我们母女三人的生活了。 我心里虽然很痛苦,但是,还好有两个女儿成欢西夏,我相信女儿不一定就比儿子差,我的两个小宝贝,将来一定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。